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6月13日 这是今天第二场读报点评节目 由于一讲,太阳升起来了 太阳都高兴 这一升起来,光线太强了 赶快打开了遮阳伞 遮阳伞是由广东省佛山市的一家工厂生产的 好漂亮,中国的产品确实好 真的,你得承认 这后院的桌子还有一些遮阳伞 在网上订购的,很好 但是安装挺麻烦 找了一个哥们,绝对是高手 帮着我安上就 这真有意思,很好 真神奇 中国有些产品还是不错的 应该承认,质量超好 但是有些产品 电动车你这不行 都不就自然了哪行 自己烧起来,这可不行 言归正传 今天有几条这个消息 大家好,大家都非常高兴 给大家谈一谈 一个是什么,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 九十个国家参加的和平的会议 哎呀,这个乌克兰和平会议太重要了 为什么呢,现在老美的武器 已经给了这个乌克兰的,是吧 乌克兰用这个现代化的武器打击这个 俄罗斯武器打到头了 我给你讲话,一泄千里啊 你看这一两天的战况发展很快啊 一看,还是美国的起棒啊 是不是啊 原先这个俄罗斯吹嘘的这个 是什么三百四百,不好用 不管用啊,中国印度花了很多钱买 据说是中共现在国防大学有一个 这个观战小组研究,一看 坏了,咱们以前上当了 乌克兰的武器将来根本不能有防御功能啊 是吧,将来打起仗了以后 老美如如无人之境地了,是吧 你看啊,开始害怕了 说为什么这一两天俄罗斯你看 这个普京,有些动作很诡异啊 当然有个动作关于这个 他到这个花的事 这倒也是一个大事啊 在上一场,我曾经跟大家讲到的 就是核潜艇啊 包括核潜艇在内的四艘俄罗斯海军的舰艇 现在停靠到哪里去了 停靠到哈马那去了 目的的什么,其实就是震慑美国啊 其实这个就说明他已经完蛋了 最后这一招就吓唬美国 这是法新社报道啊 在美俄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 包括一艘核动力潜艇在内的四艘俄罗斯海军舰艇 周三12号抵达古巴 准备在哈马那停留五天啊 为什么昨天老公谈古巴 目的也是吓唬美国啊 他俩捆绑到一起了 有分析认为 这是俄罗斯在俄罗斯战争升级自己 展示武力的最后一次行动啊 就是时间是12号当地时间10点过后不久 叫克山号核动力潜艇进入了哈马那湾 展示部分的炮塔 旁边可见一面古巴国企两小时前 叫帕新院士号邮轮 还有一个叫尼古拉奇尔救援船 脱船率先驶入哈马那湾 因为这里是老美后院嘛 对不对 要掏老美的地宫子啊 这两艘船悬挂着白蓝红三色的俄罗斯国旗 叫戈尔什科夫海军上舰号 这个会议舰紧随其后 你看来了这么多方块队 为什么要这样呢 这战争打不赢了 最后只剩什么 核战蛇 老美不害怕 是不是啊 但是这个普京挺狡猾 说说我们肯定在核弹啊 就是通的来走一圈 意思你不要再打我了 再打我鸡眼了 狗鸡要跳墙了 就这个意思啊 就是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 上周表示这些舰艇啊 均为携带核武器 看见啊 害怕了 怕老美疯的啊 因此停留期间 不会对地区构成威胁 又补充讲啊 这次访问严格遵守 古巴的遵守的国际规则 他不敢越雷迟半步啊 但是还要下下美国 并符合哈马那 与莫斯科之间的历史友好关系 这篇文章讲呢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啊 这次访问古巴的 共有四艘俄罗斯海军舰船 他们在前往古巴港口 所在岛屿的途中 在大西洋海域举办了什么 导弹演习 这个意思 那个弹是在那个地方 已经放出去了 证明有这个打击能力 法新社报道的啊 五角大楼副发言人 叫辛格认为 这些船舰抵达哈马那 并不令人感到至今 老美咋就知道了 因为啊 俄罗斯已经在加格比海岛 做过类似的停留 这也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 因为美国最近的海岸线距离 哈马那呢 160公里 不过美国国家 就跟沙利文说呢 这支舰队用了一艘核弹 核动的前景 而以前 来过古巴的舰队却没有 看见没有啊 这正能这个沃战争 到了关键时刻了 哈 所以这个和平分会 就非常重要了 啥意思呢 九州国家 开始研究战后重建了 意思 你支持乌克兰 打俄罗斯 取得最后的胜利 将来乌克兰就把这生意给你 重建是很大的服务 有钱赚 是吧 资本家都讲究利益 对不对 怎么叫租借法案 这个家不是给你 不是白用的 用完了以后 打赢了以后 钱还给我 知道吧 是吧 所以今天这个会议非常重要 在瑞士举办的乌克兰和平大会 面临中国打楼台的威胁 这是法国的另一篇文章 写的很有意思 他就讲到 十名外交官表示 中国没有参加周末举行的 乌克兰和平峰会 而是一直在向各国政府施压 想搞一个替代方案 就习近平让他当老大 你当老大 你没那个本事 你真正在这个世界期 舞台上起作用 还是人家美 是吧 你看顾林肯 逃了好多国家 是吧 你看巴以从突刺 他协调了 对不对 同样啊 俄国战争也是啊 决定性的 架不是在谁手里 在美国手里 说其中一名外交官称 北京的行动 是对类似 全球会议的微妙抵制 路透社今天说呢 无法独立确定 中国游说产生了什么影响 就这个游说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说当律师峰会的注册 参会国家 就泽林斯基办公室讲的 六月初确定的 107国有所下降 就有些国家 让中国搞来搞去的 不参加了 但是参加了很多 已经90个国家 足够了 全世界就100多个国家 大多数说他参加就行了 这篇文章讲 路透社报道 外交官说 中国在律师峰会前 推动另外的乌克兰和平计划 就中国想再自己搞这么一个小圈子 他去研究 研究因为乌克兰不搭理 就啥用吗 对不对 那他讲了 俄罗斯不参加 俄罗斯不参加 俄罗斯现在马上就要战败了 参不参加 无所谓了 是不是啊 西明安电机人的海塞员 那个港 你就想将来属于乌克兰的啦 自由世界的啦 所以应有90个国家组织 登记参加 周六 周日在阿尔贝斯山 度假村的律师 那个地方叫卢塞恩 举行的峰会 这次峰会呢 目的是什么呢 争取对乌克兰总统 泽林斯基和平提议的支持 其中包括呢 俄罗斯从乌克兰全面撤决 例如他们要出个方案 出这个方案 这么多国家的支持 自然而然就有力度 对不对 给这俄罗斯施压 这本是军事打击在一根上 怎么样 敬酒不吃吃发酒 怎么样 老普 你要如果退下来 是吧 咱就算了 你的本土就不打了 美国现在已经讲了 不要打摩斯克 不要打克里姆林宫 其他地方都可以打 是吧 你看美国这个 现在这个现代化 这个军事设施 和这个美国的 这个 这个一些假不事 是不是啊 科技还能够 假不事 一打一个嘴啊 俄罗斯 俄罗斯 无反共之力 你看是不是啊 包括一些先进战绩 将于摧毁了 是吧 摧毁完了以后 都不知道怎么进来的 你怎么打进来都不知道 这叫精准打击 啊 这个现代化战争是 绝对是威武器论了 啊 毛泽东实在讲那套 不是威武器论 是人海战术 没有用了 我跟你讲 你人都看不着 谁打你都不知道 定点就清楚了啊 所以已经有90个国家 足够了 这篇文章讲 未受遥参加 路恩会议的莫斯克认为 这个会议没有意义 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 中国呢 不参加会议 就证明他俩 合作无上线 捆绑到一起了啊 这是非常的 国际社会 已经把它踢出去了 变成器人啊 就在俄罗斯总统 普京在22年2月下令入群 俄罗斯较小邻国 乌克兰的几天前 中国和俄罗斯宣布 无上线 合作伙伴 是吧 还买了天然气石油 买了十年一个大弹呢 你等将来 我跟你讲 俄罗斯战败了以后啊 你就想想 在黑龙江的 就像这个 房子的栅栏那边 就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呀 你就想想到那天 你们不用走线了 一翻墙就跑了 是吧 到那天 中国很快被美国 等其他公共国 为而不打 最后什么呢 颜色革命了 西级平就要跑了 是吧 不行你们等着看吧 是吧 行驶变化非常快啊 这是今天非常一个重要的文章 还有一篇文章 我给你讲 从美国之音报道 讲什么呢 关于七国集团峰会 现在还有个会呢 这会是解决什么 解决打仗的钱的问题 也是研究俄罗斯 不可爱 俄罗斯的命运的事啊 这是美国今天 今天很大的点文啊 很重要 他说七国集团 也就是G7 峰会 6月13号到6月15号 一个两天 在意大利 苦力亚举办 在这个会计 会计期间呢 预计来自 七个主要工业化国家领导人 聚焦俄乌战争 中国产能过剩 中东局势 人工智能 研究这些问题 你看世界重要的会议 都把习近平领导的中共 踢出去了 你就想想 他在国际上哪有地位 根本不禁打 没有事成 我就跟你讲了 所以这个会议非常重要 他们要形成共识 还要形成共同阵线 应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他这个会议呢 现在美国最近披露 是准备警告中共 支持乌普兰 抵抗俄罗斯的侵略 依然是七国峰会 最受瞩目的焦点 七国级会领导人 将讨论措施 敦促中国停止支持 俄罗斯军事行动 俄罗斯为什么打到今天 因为中共帮助他 提供去零配件 是吧 然后支持他的国防工业 成到今天 所以现在我跟你讲 也就开始采取措施了 通过社报道 其记者看到 七国级的领导人 声明草案指出 中国正在对俄罗斯 国防工业基础 进行的支持 具有重要广泛的安全影响 领导人还敦促北京 推动俄罗斯 从乌克兰撤军 并促成公平和和平 公正和和平 在领导人 与峰会上达成一致前 声明内容 可能还有所改变 这里告诉你什么意思 这个会议要一起商量好了 要对中国的小银行 警告他们不要协助俄罗斯 饶过西方制裁 因为你要做生意 和俄罗斯得有美元结算 人不让你用了 就这个意思 如果你继续做的话 人就要给你踢出 SIMP系统了 可能就是将来 脱钩断链 就不是小院高强了 现在是小院高强 所以中美现在关系很麻烦 他如果警告中 针对这些银行的 继续支持俄罗斯的交易 指出了明确具体的付 中国政府可能会允许 这银行让步 这华盛顿有一个专家 叫威廉 他叫一个智库 战略国际研究中心 他告诉美国自己的 说中国的银行 通常会听政府的话 也说习近平现在是什么 绕来绕去的 总想偷击 是不是啊 一方面不想彻底 倒向美国 得罪美国 又不想从俄罗斯切割出来 就这个意思 这个这里也引用了 这个余茂村的观点 余茂村告诉美国自己 我们需要的是西方有关 其一再警告和担忧的可信度 而可信度只有通过行动 而不是言语来建立和维持 这将给不当行为的作恶者 带来真正的声誉和物质成本 他的意思说 你要干出点 他批评拜登政府 因为余茂村他们属于共和党 那么今天这个万维网 讲得非常明确了 因为万维网比较盖出来 比较简略美国资议比较详细 那么万维网这篇文章题目就讲得很清晰的 一针见血 G7针对西平方案 余茂村摇头 讲的就这件事情 余茂村认为不能只是口诺警告 应该采取实施措施 那么就等于说 老川普要卷走重来 这个事就大了 是不是 你看今天拜登也很聪明 开始搞和乌克拉签订什么 签订协议了 就防止窗户来以后改变 对吧 说是这篇文章讲 他说七国领导人声明草案中此处 中共正在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支持 具有重要和广泛的安全影响 说是领导人敦促北京 他推动俄撤军 并促成公正的和平 这个峰会领导人警告中国 就是中小银行 你不要玩阴谋诡计 中国有个词叫什么 红灯来了绕倒走 绿灯来了踏不走 所以现在这套东西在国际舞台上行不通 叫变通 欺骗 所以余茂村今天讲的是非常的直白 他说道德说服和表达 严重警告或严重关切 或承诺对中国次要的实体 实施次要的制裁 永远不会改变中国的行为 余茂村告诉记者 我们需要的西方有关其一再警告和担忧的可信度 而可信度只能通过行动 不是语言来建立和维持 这将给不当行为的作恶者 带来真正的声誉和物质的成本 你看他这个和这个老拜登的不一样 老拜登绕来绕去比较软弱 对于茂村讲得非常直白 说拜登政府一再敦促中国停止支持 重建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 并表示如果中共不减少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支持 美国将准备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那么拜登总统去年12月签署了行政令 允许美国财政部针对帮助俄罗斯规避国际制裁的金融机构进行惩罚 美国在12年因其与伊朗有业务往来 而将中国的昆仑银行列入制裁名单 此外中国对工业生产过剩等不公民贸易 行为引起西方的担忧 美欧希望组成共同战线 应对中国挑战 回应中国产能过剩 你看这七大工业国的会议也非常重要 你看这两个会议是吧 中国都没有位置 那么现在呢可以这样讲吧 整个的国际局势越来越不利于这个总共的 那么关于这个这方面的情况 等到下一场还可以详细再谈一谈 那么今天本人呢注意到了 今天美国资金除了刚才讲这篇文章之外 还有很多文章值得大家研究 一个是什么呢 李强首访西西兰市井称 两国间的分歧不应该成为宏沟 有习近平这个软了巴基这一面 就派小李强去做是吧 因为习近平硬撑着 放不下面子也放不下身价是吧 原本他搞错那东西他不能纠正 怎么办 委婉的纠正 怎么让李强去处理 今天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就是李强到了新西兰了 也到了这个 要访问澳大利亚 今天美国资金讲第一搭新西兰访问 非常罕见呢 就李强去 李强和新西兰总理 德里斯托 陆克森 会谈后说呢 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分歧 不应该成为宏沟 要加强贸易的友谊啊 我看到了几个小视频呢 李强 矮矮的个子 从那个飞机上走下来 摇摇晃晃 满头白发呀 一看累的 也是力不从心当这个总理 是殿下二应成的 是吧 来了以后 还有一位 不知道什么级别的 这个女的中共官员吧 说明大使馆的吧 说给他献花 李强抱着献花 笑开着花 是吧 这个李强有意思啊 李强在星期四上午 撑包机抵达了新西兰 首都惠林顿 在双边会晤前呢 李强说他的目标是恢复 中国和新西兰传统友谊 就是前一段时间 这个闹矛盾是西兵搞的 这个 也为了这个 主要是针对这个 香港反送中心当中 澳大利亚站在香港的 孩子们这一点 是吧 另外还有关于追责 这个病毒来源 啊 等等 中共很恼火 立刻制裁这个澳大利亚 我买红酒了 龙虾不买了 煤也不买了 是吧 等等等等 一直搞到现在啊 现在开始解除了这些制裁了 这一看 西兵就大悔悠 这几年就下折腾 只不过这个好事 这次交给李强 但李强去 输解输解矛盾 啊 李强来了以后 就是可以这样讲 是很丢人的啊 承诺要提供机会 加强贸易 旅游和投资 所以两个人在闭门 双边会议后 见了机制 也就是他们俩比你们讲的话 不告诉别人 秘人不选的啊 我估计可能和澳大利亚就讲 哎呀 以前那个政策啊 都是我大哥搞的啊 咱没办法啊 人家说了算啊 你们也知道 我这个爹小二子 没有什么权啊 现在习近平已经认错了 他不好意思来 今天派我来 给你们缓和缓和关系 是吧 那么新西兰就会大大延长 哎呀 别这么说呀 你们还对我们帮助很大呀 市场很大呀 国和国之间不都这样吗 一半这一半讲 要外交辞令 是不是啊 你别看表面会谈公告 新闻当中写的那么强硬 私下还不知道 怎么磕了多少头 是不是啊 就是在这个记者会上 卢克森讲 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呢 谈了敏感问题 包括对外国干涉的担忧 南中国海局势的升级 他害怕这个新西兰呢 彻底的倒向美国 一旦加入了奥克斯 怎么办 是吧 他最担心的是这个事 奥克斯厉害 是针对中共的 陆克森讲 我向李强提出了一些 对新西兰很重的问题 这些问题关系到 我们的核心家人权和外国干涉 我们不会容忍 任何国家的外国干涉 中共在这个新西兰的 军警特线也不少 搞了很多名堂 两人还讨论了 两国的贸易关系 伙伴关系 李强预告 中国将把新西兰 列入了什么 单变免签政国家了 问题是 免签政来干嘛 来上公园去 挨头啊 是不是 李强应该跟他讲一讲 你再去吧 这会儿 我再给警局还打招 再不能搞这个名堂 说为什么这个事 发生在基里 我都怀着 警局还被说推动 我跟你讲吧 是不是啊 这不是个孤立事件 偶然的啊 据老东爆料讲 这个这个是新催的人去 这个袭击外国人呢 是这个有预谋的 我也觉得有点古怪 为什么呢 有点奇怪 你想你逛公园 是带刀干嘛 公园里没有野兽 它不像中 不像加拿大这个大的公园啊 如果是你到那片远的地方去 说新西兰的房子熊啊 这里公园也是 你这里逛公园 哪有人带刀的 没有 这里人讲这个 哎 讲个房子 是不是啊 中国他这个人都不安全 老外也不安全 是吧 老外现在麻烦了 以后谁敢来 你逛免签政有什么用啊 你还给一个什么证件呢 就是免筒政见 是吧 给一个小证件 李强亲自签署了 谁要想打你 别动啊 你看 我这是免筒 你不能逢我 只是我跟你们开玩笑啊 也就没有安全感 中国就吹牛皮整天啊 那当然了 这种事件 你到全世界各地 美国加拿大 偶然也会发生 但是如果你的概率太多了 哪天都有 而且什么呢 官媒也撒谎 这就不正常 对不对 你比如说你要有这么一起 你就实在在讲 什么原因啊 这个人是因为洗脑 听了习近平讲的 是吧 中华民族复兴了 东城西巷 平实世界 帝国主义欺负我们 是吧 自从1840年以来 东亚并负 就毛泽东鼓吹那一套 是吧 把他洗的 脑子洗的干干净净的 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这个一个团了 哎 在家里一下岗 他不敢捅别人了 从老外 从老外 这是正当的 你看那个到日本去撒尿的 撒尿都正当了 你说你进国城市 你可以去 写文章批评 日本是自由的 对不对 言论自由 都可以表达 抗议 游行都行 你去撒尿这个东西 你就不合适了 对不对 实在属于下三滥 就包括这个 这个公园里土人 是不是 都不正常 这都属于暴力行为 是坚决的反对 我是主张要喝起 喝起 和平理性非暴力 表达愿望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表达 那么这篇文章 其实又讲到了什么呢 李强到新西兰 接着他可能还要到 这个澳大利亚 其实这里绕来绕去 最主要的什么 就是表达了 对什么 奥克斯的弹用 你看这个美国斯 已经点提了 他说其中一个 可能的摩擦点 就和新西兰 是考虑参与的 澳英美安全协议 叫Archus的合作机制 卢克森在双边会合后表示 中国代表团 确实在会中 表达了对Archus的担忆 你看 这就像东北人讲的话 你不削他 他不老实 是不是 你看 你一定要有这个家伙事 他说 哎 拜拜 龙虾在买你 猪头酒也买你的 煤也买你了 从现在开始 咱也再不打嘴仗了 为什么 只要有个天气条件 你承诺不笑咱们 是不是 动尾话的笑讲得好 咱们小子是调皮的导弹 爸妈妈生气 爸爸就是 你再调皮 我跟你讲 我要笑你 咱马上老实了 就像习近平一样 是吧 你看 实在是可恶 那么这是一篇文章 今天还有一篇文章 大家都非常关心 也就是什么呢 有关这个郭文贵 哎呀 今天郭文贵这个案 还在庭审 真有意思啊 我看了好多的视频 分成两派 一派是郭家军 爱郭文贵 爱得死去活来 另一篇是砸锅的 砸的时候 你死我 整篇真有意思啊 挺锅砸锅 变成两条线了 咱们也不知道 到底怎么回事 我只是告诉你们 有一个故事 今天世界日报 发表的片文章啊 讲到郭文贵 这么咆哮 急于将钱 全部洗出美国呀 这是世界日报讲的啊 他说在11号的庭审当中 涉嫌电汇诈骗 和洗钱的郭文贵 被曝光了 说他当初啊 召集把支持者的投资款 转移到美国之外 逃避监管 为此他曾在电话会议当中 陷入了暴怒 用粗笔语言 辱骂其手下的亲戚 这个事怎么回事 这个叫哈利德的 他说在哈利德呢 在前天亮相在法庭上 他是污点证人的 就帮助政府啊 来作证的 他说11号作证 哈利德曾在郭文贵的团队 当中担任财务高管的 郭文贵倒不倒霉 给他管账的人 竟然判变了他了 这个人讲的啊 他说负责为郭文贵旗下的机构 复杂的法人架构开户 以及处理电汇转账等过程中 所遇到的问题 在郭团队涉嫌从事洗钱活动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个哈利德在法庭上讲的啊 他早先称很信任郭文贵 因为郭文贵想及时灭共嘛 但是后来他发现呢 支持者的投资款 在各种账里转来转去 没有用于此前承诺的事业 因而产生了怀疑 哈利德在21年4月到5月间 将部分他所参与过的 核心团队的电话会议 秘密录音 你看这个人不地道 你给人家伙拿人工资能秘密录音吗 要不你就辞职 要不你就不能 就是应该顺着问贵 对不对 因为你拿人工资了 你应该告诉我发现你 其实灭工不好 是假的 现在开始我不给你服务了 我都要辞职了 对不对 你怎么能这本干的 拿影前点 云云录音 这个事不太好 我老江不喜欢这种人 那当然 究竟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我只是告诉你 世界日报有这篇文章 将部分说他 他所参与的核心团队电话秘密录音 录音内容 后来成为检方指控郭文贵的重要证据 有这么一个故事 今天 但是我今天看到另一个视频是支持郭文贵的 就是长岛哥还是其他的 就是郭文贵团队的 讲了故事 说郭文贵啊 今天出庭以后特别有意思 做了一个手势 就做了一个服务层的手势 告诉他们 他每一天 坐在里面断裂身体 服务层又做了多少个 五百个 这一天做五百个服务层 好像不太符合常理 你是不是手势看错了 我认为应该五十个 差不多 你做五十个就挺累 咱们不知道 这支持者支持的 也是这个 可以这样讲吧 用各种言辞 是吧 反对者也是 也是诋毁他 我认为啊 你是挺好 是杂 都有点过分 你应该是回归正常 是不是啊 当然咱们也要注意啊 因为有很多从国内回来的朋友们啊 因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啊 有的都不关心政治啊 有的都不知道我做这个小视频 有的时候 聊起来 知道有聊起来 老江啊 你讲那个时候太有偏颇 因为共产党整个年你有点恨 我告诉你啊 国内的报纸 看完了以后 你往这边划了划了 海外的报纸 看了 往这边划了划了 划到中间 哎 就比较公正 有一个哥们讲的啊 有点道理 哈哈 我也在积极的就是学习 说啊 不要给你讲的不好 太不好 也不要讲的太好 咱要中立客观 是不是啊 事求是 顾文贵这案子也是一样啊 我发现这个知识者 这个讲件事 有的时候有点 这个渲染夸张 啊 这个砸锅的人呢 由于带了一种仇恨 被公贵得罪了 要不怎么回事 有的时候是共产党在后操控的 我不太清楚啊 有一些人是值得怀疑 你包括这个哈里德 你说你这边是拿的每个月 好几千美金的薪水 这边秘密录音 好像不太对劲 我跟你讲 是不是啊 有没有可能 随中共的卧底啊 是来说啊 那就麻烦大了 这个事我说不好 我只是告诉你们 有这个故事啊 至于光贵有罪还没罪 最后是法庭来判的 你看见美国多好 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 看行了 好几项罪呢 是不是啊 非法持有枪支 这个判完了以后 最有意思的是 一方面老拜登讲 是认同这个啊 因为是陪审团判的 十二个陪审员 就和这个顾文贵 这个案子一样 你不能说人家是 循式妄法 也不能说人家是 共和党搞的 是吧 你拜登这个儿子 的确是 人家十二个陪审员 一直认为你是有罪的 老拜登承认了 但是老拜登又讲了一句话 很温暖人心啊 人家可不大义灭亲啊 人家可不是检举解放 王王大革命 好人怎么说 我和我的太太希尔 永远爱他的儿子 那当然爱他儿子了 是不是啊 所以你不要检举解放 你自己的家人 我不主张 你永远都爱你的家人 家人出了事 一定要坚定的支持家人 是不是啊 这很有意思 你看还中国 美国历史上 故事不少 现在 你看不仅是 拜登的儿子判刑了 还有呢 前总总统川普也判刑了 但是这个在上诉说啊 那更有意思 接下来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接下来说不定 真的川普卷土冲来了 川普卷土冲来了 就算你给郭文贵判刑了 因为川普可以赦免 到那天 我看你砸过这人咋办 是不是啊 那当然了 也可能是怕有罪 我说不好啊 这个东西是看陪审团 这十二个人 他们怎么来拍 因为是绝对是公正无私的 这十二个人 现在都是隐姓埋名 都是挑选的 最优秀的美国的国民 所以我们相信法律的公正 你不管喝啥 还是这个捧 和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是不是啊 我既没喝郭文贵的一口水 也没喝你这个 砸过的人的一滴水 是不是啊 你管得挺过砸过 我都是下议论 议论错了 重新议论 好 谢谢 再见